日本消費者聽9月22日說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 全國發生了三宗相信是由棺材裏制冷用的干兵 引起的二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 政府呼籲民眾在占樣遺容的時候 不要將頭伸入棺材裏 朝日新聞22日報導 在這三宗事件裏面 有兩個人被發現的時候 頭部是垂在棺材裏面的 而且失去意識 另一個人就是堵餓在棺材附近 而棺材蓋上用於占樣遺容的小槍 就呈現打開的狀態 日本放鬆協會NHK 在22日引述分析說 這些人可能是在一個人守夜的時候 探身和棺材裏面的誓者講話 期間因為二氧化碳中毒死亡 日本國民生活中心進行一項實驗 在棺材裏面放入10公斤乾冰之後 測量棺材裏面的二氧化碳濃度 結果顯示在蓋上棺材之後 棺材裏面的二氧化碳濃度急速上升 僅僅20分鐘後就超過30% 這個濃度相信足以令人積時昏迷 在4個小時後 棺材裏面的二氧化碳濃度更上升至約90% 在4個小時後 棺材裏面的二氧化碳濃度更上升至約90% 棺材裏面的二氧化碳濃度更上升至約90%